第一步的通關安排 將會在1月8日 即是這個星期日 開始實施 單向的人數 約是六萬人 即是每日最多 可以有六萬個港人 從海、陸、空不同的口岸 是過關北上進入內地 包括有五萬人 可以經六路口岸 以及有大約一萬人 可以經海、空和大橋進入內地 口岸方面 共有七個出入境口岸會開放 這是包括三個現在正在運作 以及另外四個重新去恢復開放的口岸 其中海、空和大橋的四個口岸 是全開放 不設人數限制 即是港澳碼頭 中港碼頭 機場 以及港珠澳大橋 按著它的運力來計算 我們預計每日單向運力 可以約有一萬人 可以北上 換言之 只要有機票 船票 或者車票 都可以直接去的了 是沒有其他限制的 至於三個六路口岸 即是深圳灣 民感度和洛馬洲之線 它的運作 我們是為了確保安全 有序和順暢地進行 我們會設人數安排 北上和南下 每日總人數安排 各是五萬人 而兩地人士 需各自 是經兩地的網上去預約的 另外 為了方便和保障 內地港人回來香港 和在香港的內地人士 兩地的政府同意 他們是不計算入去 這五萬人的人數裏面的